完了完了 这下全完了 我想想了好不容易有点起色 没想到都回这酒水上了 叶辰 王公子不会善罢甘休的 要不 要不我去求那些酒杀 多赔点钱给他们 让他们取消契约吧 放心吧 就这么点酒水 还真不一定够难 真正赚钱 且不可复制的玩意儿 我还没拿出来呢 到时候 咱们日进抖金都算少的 叶辰 你就别卖关子了 你就说吧 到底什么意思 我要举办一个施酒会 施酒会 那不是读书人弄的事情吗 我们这可是青楼 我们也可以吗 何止是可以啊 只有举办施酒会 成为天下才子心中的清流之地 才能彻底改变大家对青楼的固有印象 可是那些读书人谁不是心高气傲 风骨卓绝 他们会去尊附会吗 我们大厦本就文学气息重 多出名人大奖 别的不说 就说我们萧香楼琴棋书画四位姐姐 就以风雅著称 冠绝京城 再说了 只有才学 才能彻底折服这些读书人 而恰巧 全天下最有才学的人 就在我们萧香楼 叶辰好像真的长大了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变得这般让人想要依靠的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